这边老干爹对着你干妈的第三把决胜局 我们来看一下 老干爹一手凤凰扮掉了小路加卡 你干妈这边是扮掉了腐王加帕克 一手凤凰 那的话你干妈应该是龙旗了 多半没得跑这个龙旗 长得比较久 男的还有别的招数 我是直接把精灵点 精灵龙旗 拿龙旗是没问题 他们这手是肯定会拿的 直接点了精灵 王老干爹后面把他绊了 而且拿了凤凰的话 也不太好配冰魂 冰魂加凤凰的双降游 有点蠢 老干爹要不要玩 天 看一下老干爹要不要玩天 啊是胜利局啊 老干爹有可能不拿的 我拿了一个莫言的绝活 死亡先知 然后秒半冰魂 独狗也可以办一下好吧 独狗也可以办一下 独狗也挺烦的 但这两个 然后中单出了 对面没出中单 也可以独狗圣堂吧 办一个独狗 办一个圣堂 办一个独狗 办一个圣堂 那么这边 出了三 出了三 出了四 来办三号位 办的是潮汐 自己出了三 对面没出三 他就开始办理了三号位 剩余十秒 剩余五秒 对吧 清掌又英雄完了呀 没有兵魂清掌中单 多一个水人 啊老干爹可以打 拿dp的话 可以打之前那个 大树大牛的一个酱油 可以给歪队 拿一个大树大牛 也比较符合老干爹的一个风格 小个变马上来啊 天灰坊 叶眼坊 尽用英雄 叶眼坊 选择英雄 选择英雄 水人是被绊了 三首出恐怖利刃 这个恐怖利刃 起优参半吧 起优参半吧 之前老干爹是用拍拍打过恐怖利的效果非常的好 这把拍拍是老干爹自己办了 剩余五秒 五号位就大牛呀 大牛大速感觉没问题啊 叶眼坊选择英雄杀王 先出了一个SK来打线上 先打SK的话 十秒 大哥最后一首出 最后一首出大哥的话 干嘛到时候还有两个半了命啊 今天取的精灵 这可以外之宝还有英雄没有出 我个人觉得毒狗是非常的不错 小猴子我感觉这个版本不是很厉害 我看那几个队玩小猴子都输了 天回房选择英雄 神域者 拿了一个神域 阿根捏的话这样有 大牛可以 默克这吧也不错好吧 默克有搞头 四号位默克出暗会 变TB和龙旗的变身 我输出拉满 默克大牛 剩余五秒 不过没有冰魂的情况下 你干嘛这个 小精灵加神域 这两口懒有点恶心 你干嘛这个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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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вет 好 好 长得比较久老干爹现在还挺难挺难受的 不拿大哥吗要怕后面大哥没了 还没办拿大哥吗 而就吃完了只剩一个酱油 天回房禁用英雄欢迎长毛手 艾斯选择了用猴子来打 夜眼方禁用英雄 打猴子班拉席克 天回房禁用英雄 这边是班里手Lina SKLina的一个墙线上 剩余十秒 剩余五秒 青长的中单这把会玩什么呀 帕克水人卡拉席克都没了 夜眼方禁用英雄 我感觉这边是办了个DS 觉得有概率出现中单隆起 剩余十秒 剩余五秒 剩余五秒 看一下老干爹会不会有位置的一个变动啊 还是说就拿一个酱油 还是说把DP啊 SK调整一下位置 再出一个盒 看一下 最后一手 酱油 酱油的话 冰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牛也还行 冰龙大牛 冰龙大牛 附近 存在 红龙大牛 女 пока Southwest accomplishments 指教 Bret 我的位置 寻找一个 蜘蛛蜘蛛蜘 打鼻子把没东西打蜘蛛啊好难受啊 裂开了 这凤凰加 猴子在上路打蜘蛛精好难受到六就玩不了了 s k 这版本牵上打不过之中你们是吗是吗 咪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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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字幕作者 握ے 第三局正式开打 这一把李干妈带十手是 阴了一手老干爹的 那个蜘蛛精 精灵TBO 人育蜘蛛猎 冰档的中单农奇 老干爹出门五人物 出来擦视野 人体这个眼点的有点多了 好吧 这个眼点多了 感觉要被针对 四号位独狗 出门买鞋 SK两芒果 吃出大药 小说这边也是封掉了 对方的一个大眼 三十秒后开战 你们他妈老骂我蠢 这个版本SK真打不过蜘蛛 你们抓着脑子喷 我都不敢反驳你们 让你们觉得我菜我蠢 你们可以问问别的主播好吧 问他们好不好 我觉得是真的打不了 两边神符 一边两个没有搞事 我看下厅长带着莫言第三回合 你上路什么情况 打了一套 七笔 这边有点不服 上来继续 边架 交过错了 比还在追 哎呦 打了个大药出来 这肉搏打得好血腥啊 刚才那一波肉搏 我这边关注精灵打了一套 然后是反掉了 干妈的一个高台眼 但是自己的 碰小爷的眼 也是被精灵A掉 陈玉过来杀鸡 后来信使被击杀 进出两级 上路听长的捕道是领先了 莫言一波冰 上路这边又动手了 给一个戳 想打七笔 这样打不死啊 得打精灵啊 为什么打了tb打 什么九点假的 跟他打捧冬 哎呦 完美 tb还死了 回去买装备满血复活 那得拼也是打精灵吧 为什么会拼一个tb啊 冰线过来 复活满血 这一波上路有点断好吧 中路方面 厅长的捕道也是 比莫言多了吗 两个 这边想拉也 独狗也是可以赶过来 也关吗 朴都给视野 没关到 在这边想拉一波线也双收 单几人 各加一击 舒服 这边 毒口是来塔下 有心一下 这边 tb的一个塔刀 黄黄其他下路 猴子变打了一套 帮忙贴个大样 中路方面 看 他们终于找到了 大黄 找了这一波火 听到的一个捕刀 毁了 毁了替他两刀 听到狠着剑 拿不了一个远程兵 击击出口 走 我另外都有看到 这边毒口小辣野精灵骚扰 被扫了野怪 还是被这边毒口拉过去 而现在精灵走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害怕 冰野封掉大野 倒影一下 精灵连住 把这边的兵线 又给勾了回来 一级嫖毒的威力有点小 两级嫖毒以后 威力会大口 一级嫖毒有点弱 下路猴子跟蜘蛛也差不多 TB21个刀 这边是过来吃掉墨岩的赏金斧 5分钟我们看一下金斧内表 我的 接压了7比200的金斧下路这边开打了 蜘蛛冲塔配合神域 杀掉了猴子 凤凰这一波是不在 他走了 跑过来拉了波也还没拉出来 来中路帮一下这边的墨岩 龙七到六 直接变龙 一匹很生气 反射一个大招在这边装住了 诶 读了这个关 这有又将了两张TP 攻击 想踢走 诶哟 没啥掉清掌这一步 风暴即将来临 夜夜借助以备加固 那上你干嘛这边你是领先的1000家的一个经济 5分多钟 练奇 直击 正备攻击 那是 神灰中塔受到攻击 三大哥经济前三啊 这边两波小野SK挖掉 很舒服精灵赶过来独狗也在 换一手 被直接选择摇荡 哎哎哎哎被A死了 TB一个换血独狗 他在朴精灵吃了个仙草一不死 被TB收掉这一波 哇好亏啊 换一下 SK踢下来和蜘蛛对线 走一下草 哦莫言被中了一套手打了个半血大招CB 零点东西 过来耗了一下茶 茶掉了半血 哎瘋狂低过来 人欲帮忙解掉 得不到人 SK这边是想现野全收 但是也被蜘蛛挡掉了 充一下 哦没反应 哦莫言大招好了 赶紧老干爹得 看能不能干点事啊 利用DP的大招 二分钟马上双斧 找了个隐身 莫言空到 叶炎就是犯剑要攻击田辉上塔 不够 哎关注 一匹开刀 把剑跟上 机场直接提提 毫无脾气 这边有点生气 想杀精灵 发现精灵也杀不掉 那就推塔吧 田辉上塔正位攻击 叶炎中塔受到攻击 叶炎中塔 吓死我了 攻击还是顺利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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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测有点失败啊 BTSK 一千五的重团 在做一个 跳高 看一下萧瑟 萧瑟比较穷啊 才六级 怎么办 帮忙成也两波远古 两波大也 看罗这边中手了 SK原地要大 张蜘蛛 蜘蛛不够有神域 没能完这边是被带走 哎还行 蜘蛛赶过来是收到蜘蛛一换 一换啊 还行还行 神域刚才是不是技能爽错了 那个F是不是爽到SK身上了 没看太仔细 这边撒粉刚踢过来的边疆 边疆被神域一个蓄力留住 神域跟上一口装 蜘蛛大招是一口蜘蛛带走了SK 边疆的节奏是连段两波 下塔也是被破掉 要是两个宽星之刃了 还差900能做出膳师 逼这边八级大招好了空恢复来上路 还是想进行一个推塔 在做吹风 中路这边赶过来 但是裁眼了 直接逼塔很强势啊 青长 我也有点不讲道理了 太不讲道理了 这边莫言交替龙骑没变龙 怎么什么鬼这样走 天边飘来的乌云 夜夜中塔已经石如多了 有机蜘蛛做出了梅腿 这边什么情况 蜘蛛 这边 猴子打了起来 一匹这边开启大招 足够接到 小秒清掌 地零是踢了到了中路 黑色之术 秒掉了 漂亮 传手一个沉默 一棍无数 再杀之术 被神域救了一下 出马过来一个大宝剑 出好像是不太够 受到攻击 波斯坦克杀了一次 夜夜中塔正备攻击 我SK又没了 夜夜上塔正备攻击 天边这边12分钟 堵出扇斯 夜夜上塔受到攻击 上路这个塔 老干爹可以拔掉 夜夜上塔 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 我只是拿了一个塔前 到达了就 闪失再运 听到什么装备啊 跳了吗 跳了 我就说他怎么这么穷 公路想抓莫言 走位很舒服 直接撤了 这波DP没大 这个塔不是很好守 不是很好守 魔龙枪单刀的TB大明星 日资这边也是在做一个大鞋 马上大鞋了 马上大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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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拉走看一下视野 一比一这边交变身 这个塔被破了老跟丁就没锅了 过瘾的大招还有15秒 要掉塔庞 这边龙击先手 端竹走 那边老跟丁要接 看一下 口子先递往后退 后排子清掉了精灵 凤凰递过来 凤凰逐走关一下 7秒有跳龙击跳走 完了这个大白开了 这个大白开了 精灵马上活了 不能太大意 恢复服似被这边的龙击A掉 不敢打盾啊 精灵活这么快怎么敢打盾啊 被封DP这波没大了 这个二塔老人你得放了 红奇一个先手 空到了凤凰 外队直接被秒掉 这个大开了 这下塔守不了了 放了放了 SK有跳啊 刚就有跳啊 又跳了 天灰下塔已经沦陷 怪我 谢谢小姐妹们 天灰上塔正被攻击 天灰上是跳到之后补了个假腿 刚刚到十级 火炎这边是快十一级了 小姐这边也是到达了十一级 展示之后再做双刀 叶刀是打了出来 跟装备的速度 哦12级了 跟装备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大明星这把也很肥 农奇变龙先手装控制毒狗 SK过来戳一下 省一个TT两个 大刀是给了农奇 毒狗 毒狗被秒了 神域 神域这边带走 高地带 没人能打 这一波老干爹能打赢 炸住TP给我死 死 啊 喜欢冲高台啊 好好冲 nice 这边 瓶子是给肖子空一个双倍 双倍服打盾 一平开起大招 这一波什么都打回来了呀 什么都打回来了好吧 这一波 局势又回到了五五开 哇兄弟们 局势又回到了五五开 老干爹是把之前的一系列的不顺 一波给打了回来 五五开的一个局势 真是无怨一场 但是大老师是更加看好了 更跌一点 给到了67%的一个胜率 那么高吗 感觉听到这个龙齐不太行啊兄弟们 六千七的经济 龙丹龙齐 可怜的夜上他 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 没那位好吧主要是没那个位 大邪蜘蛛在做笛子 莫言的大招还有30秒 吹风之后再做散会 十四级的幻影长毛手 闯到了 在运这边神运迷路了 一个沉默 直接秒掉 KKY漂亮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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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新选择变来採塔 我感觉现在需要锅 莫言也是把大招都给交了 要这样的话 这个塔你干嘛是肯定不敢来了 点个锅 边降边降是跳刀之后跟他推推 叫做飞鞋马上飞了 我点也是点了一个回来 大猴子这边是挡了个公知识 公知识给猪狗猪狗要出A 出了A以后龙骑就会非常的难受 双刀提毙 我直接做蝴蝶吗 你干嘛要干嘛 搞事情了双刀提毙 开了一波雾 两边都开雾 这边是想抓蜘蛛 SK一个冲流到了蜘蛛 能秒掉吗 大鞋开起来 这么足够的大刀 你干嘛 这边在秒凤凰 足够关了一下凤凰编除了弹 没人能打弹 全部在往后撤 可莫子打到了三个人 这边SK又是个跳出 精灵神域双双倒下 一瓶换住了血 但他一个人谁也打不过 nice nice 又是一波罹患事 更被攻击 男前家的经济底线 这一波边架也是找到感觉了呀 前面几波团的发挥并不是很舒服 这一波 哇 找到感觉了 خ 叶眼钟塔 受到攻击 噢 蜘蛛这个一万斤击打起来感觉好弱 DP看得大他都没人能扛 全在跑 这两波凤凰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好吗 而且你干嘛这把的双酱油太偏防守了 这两兄弟太偏防守了 打起来酱油没技能全靠龙奇一手扣 而且龙奇的经济也不是很好 看一下独狗的经济啊 将有碾压啊 独狗七千二的一个经济 特别三千七和三千三的一个经济 独狗有七千二了一个顶秒 而且他八百可以做出A账 A账一出听场就人没了好吗 但是用命打了个BKB出来这一波还想干 但是这一波你干嘛打不过 他们就到点了好吧 伤害龙奇BKB还没拿到 看一下 能于提前给DB加血跳过来 凤凰 大宝剑路走没死 变出弹 这个弹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 弹被打掉了 而且这一波DP没有大招 猴子这边在打TB一口换血 还可以秒掉 SK这边聊到了蜘蛛 小水过来打 MC高台TP也踢走了 这一波打了一个R换R 但是是双酱油换掉了对面的双大哥 还有一个精灵要过来送 7000加的精进领先 高台眼还可以反掉 200块一个眼 他妈这个蜘蛛节奏不太行啊 这个蜘蛛节奏打得不太对 边降边降这边板甲1200的存款 这一波是老干爹要动手了 18级的DP有大招 上波他是没大的 这波他有大了 而且到达了18级 非常的强势 这边再往上路赶 一赶龙骑往回一跳 SK刚刚好能阵上 说了起来龙骑有BKB 多大一点血量 如果一个大招 直接被猴子切掉 nice nice 不能买活 20秒 9000加的经济领先 猴子这边已经是 以太在做一个撒旦 我今也有了 0.5000加的组合 1.5000加的组合 0.5000加的组合 2.5000加的组合 2.5500亿 0.0 1.5500 3.6500 1.5500 3.6000 3.7000 2.5500 1.8000 那种什么 龙骑王多了 蜘蛛的节奏不好 蜘蛛全能打 线会打 但是整体的一个蜘蛛节奏 特别的差 团队蜘蛛节奏也不好 猴子出乙态很正常呀 乙态魔晶套 15级点左边 然后跟零龙星 打团忙忙多的幻象 人数万号 头猫手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套出作 一个远距离戳 是留到了这边的神月 闪失跟上 直接秒掉 想到你多讨这个游戏 云玩家多呀 很多人不懂也很正常呀 所以我们耐心的教导一下 好不好 不要见谁说话 都脾气那么暴躁 多少人年纪大了 玩不动了呀 不很正常吗 噢我刚才态度不是特别的好啊 对不起哥哥们 我也挺匀的 我也很多东西不知道 这边盾刷了打盾 这边打了个自灭 阿蓝 魔精师给SK 谢谢小僵尸86的魔法书 谢谢小僵尸86 魔精换人了 给谁了 给了毒狗 魔精A帐套 大招可以对友军施放 机军持续驱散 并且产生治疗 素质与伤害相同 那这的话打传可以给 莫言来一个好吧 无敌 给了毒狗 售绕绕 小僵尸86的魔法乔 小僵尸86的魔法乔 小僵尸84的魔法乔 这顶上高地 大王埋杀也不正行 正行百变 躲掉倒影 倒影还挺痛的 卡房交掉 那边龙奇还没有回来 龙奇不知道在干嘛 听到带着什么关键装吗 听到A罩没出来 想搁一路 给了小猴子一个大招 走路破掉 可以往后退 DP的大招也到时间了 A罩奥束缚开得大 40秒CD就好了 听到这边也是 空了个双倍 打出了A罩 也取回光 带着大新章 感谢雕哥牛叉的魔法书写了吧 DP这边是根线的蝴蝶 双刀魔龙枪 BKB带着冰眼 蜘蛛 蜘蛛是跟那个地盘 PKY2000在憋跳 交射 交射这边是 拉了个蝴蝶下来 打了个网虫腿 SK马上吸瓦 孟皇升杰吊坠 路口这边在补跳 莫言 莫言吹风散会 配一个吸瓦 2800的春花 继续推 DP的大招好了 这一波 必无可避啊 这一波你干嘛 必须必须刚正面 DP过来一个倒影 重新满面躲掉 啊 赤子这边拆掉 过来打兵 已经失手了 龙骑 龙骑在干嘛 他在导水啊 他在导水啊 他在导渡狗 导水啊 这边 正面蜘蛛 懒了一口 DP开变身 这边切渡狗 渡狗能切掉吗 换来一下自己 DP换一口水 打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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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蛋没打到了 这边毒狗 也很危险 黄冲锤跑了出去 一口火 没有碰掉 一个肘肘 带龙骑 听到被带走 60秒 没有买 继续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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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撤了 DP没打 不打了 经纪里先到了 一万五 这把 这一波是 TP加龙骑 双大哥 很想杀 这个毒狗 在这个位置 没杀掉 天知道他们俩兄弟 有多难受 这个推波 1.5秒 好厉害 一直推 一直推 强袭了 7瓦强袭 看一下护角 40点 误抗多少 误抗 70% 这么大气 DP这边 大明星 他掏出了圣剑 王命一波 神经这个版本 没有那个 以前的那个 克迪 机先的效果了 攻击力变成了 350 现在的话 TP变身 有个800攻 800多的攻击 卧槽 不会要玩什么 一输吧 老干爹 再次推高 TP 神经版本 躲掉 诶 这边空住了 莫言 TP开变身 卡了两下 好痛 赶紧丢 这边过来 挡猴子 一个神经版本 不好说 多 TP被空了 死了 神经掉了出来 吉吉 恭喜老干爹 二比一是战成了 一季 挺进 圣哲组下一轮 看到圣哲组决赛了 这个夜啊 没有白熬 赶紧看一下 祝物台